Russian Energy Giant Gazprom 在星期间离占预布支付俄国的天然气费用 布兰和保加利亚于是遭俄国断气伺候 面对欧美各国的制裁力道不断加大 俄国总统普丁也再度做出反击 普丁签署一项新的反制裁禁令 将对不友善国家暂停输出原物料或产品 甚至可能直接撕毁已签订的合约 普丁更预告10天之内就会公布受制裁的公司和个人名单 尽管如此 俄国似乎没在怕 因为普丁还有这些老朋友 三个月前俄国才出兵协助镇压哈萨克30年来的最大示威 而最大城阿拉木图的创业与投资部首长 也在最近表示 这密切与俄国两家零售商接触 计划从哈萨克进口商品到俄罗斯 原因是这么做才能避开西方制裁 无独有偶 伊朗通讯社也指出 西方制裁下一间俄国汽车制造商 要求伊朗提供俄国所无法取得的关键零组件 不止印度不甩美国的强烈呼吁 趁势采购俄国石油 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 中国山东一家民营链油厂正低调向俄国买进折扣石油 让俄国的能源收入不减反增 俄国入侵乌克兰已两个多月 制裁与反制裁依旧不断交错 三里新闻 李零涵报道